2021年国庆档,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印,抗美援朝的历史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但很多有过近代历史知识的人也有个疑问,提起抗美援朝最出名的一般都是上甘岭战役和几个比较特别人物。 为什么很少有人说起《长津湖》这段历史? 从电影中也能看出志愿军的这段波澜壮阔的经历,为什么大家很少提及?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当时战争的另一个当事人美国也很少提起这段战争经历,原因是这段彻头彻尾的血战,美国人不敢提,而中国人不忍心去回忆。 那么当年的《长津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50年6月,随着美军登陆人穿港,朝鲜战役扩大并全面爆发。 北朝鲜军队在面对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美军后,接连败退很快就被打到了家门口,双方甚至将战火蔓延到了中朝边境的鸭鲁江一带。 朝鲜向中国求助,希望中国方面能派兵支援。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而且当时美军轰炸鸭鲁江也不无试探中国底线的意思,为了给新中国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国家决定派兵进入朝鲜保卫家乡,打出自己的尊严。 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主力部队是当时正在东南沿海训练,准备拿下台湾,总人数约为15万的宋十轮第九兵团。 这支队伍战斗经验丰富,但同时也有一个缺憾,那就是队伍中多是南方人,主战场之前也一直在南方。 而入朝参战已经10月份,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了。 不知道这次他们要面对的风雪和严寒到底能不能扛得住。 果然刚到沈阳就出了问题,第九兵团的战士刚从东南回来,穿着十分单薄,但长白山对面的朝鲜此时已经进入深秋,很多人都穿上了薄棉衣。 眼看战士们要上火车了,急坏了东北军区的领导,立即将全部的库存棉衣棉被运到火车站。 但即便如此,也只凑够了五万套,远远不够第九兵团的战士们装备。 当时战士紧急,领导们决定先让战士们入朝,他们在后方尽快筹集物资运过去,绝对不能让战士们挨饿受冻。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敌人很快对我军运输线路进行了封锁,还没等战士们吃饱穿暖,第一场大战就开始了。 这一战是在朝鲜第二大人工湖长津湖进行,这里海拔一千多米,到了十一月下旬开战前,长津湖周边的温度已经骤降至接近零下四十度。 因为气候严寒供需无法保证,而战士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棉衣,开战前已经有一千多名战士在严寒中牺牲了。 但大家还是按照指挥部要求到达指定作战位置进行部署和隐蔽。 这次的作战分为练各个方向,第二十军需要潜伏到长津湖附近的柳潭里西南方向做准备, 二十七军则被部署在新京里北部和柳潭里相接的地方隐蔽。 他们面对的对手是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和美石军第七师,装备精良且作战经验丰富,几乎从败即。 可以想象志愿军战士们面对的将是怎样艰难的一场战斗。 11月27日战斗正式打响,隐蔽多时的志愿军吹起号角,发起了对敌人的猛攻。 事实上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是无比艰难的一战,但却是中国的立国之战。 我们的战士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军。 中国人也向全世界展现了我们取得这场战斗胜利的实力和信心。 电影《长津湖》中的很多情节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写照。 比如战士们在雪里吃着各牙的冻土豆和潜伏时牺牲在雪地的冰雕连,无不向我们展示着这场战斗的艰难。 11月28日,战斗第一阶段结束,美军即便是有着大量的坦克装甲的现代机械化部队,依旧不可避免地被志愿军切割分散。 有着号称从无对手的世界最强北极熊团被志愿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兵团司令宋诗伦将军在了解到战况后,当即决定将四个包围圈里的敌人全部歼灭,坚决不给敌人任何反扑的机会。 但随着战斗的推进,志愿军部队也遇到了困难,气候寒冷加上缺少食物,导致不少战士失去战斗力。 而且我军装备也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攻势。 美军方面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不管他们怎么打,都犹如困兽,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包围圈,根本无法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北推进。 双方在长津湖僵持了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直到12月5日,美军开始频繁突围想要后撤。 宋世伦将军下令立即对美军展开围堵,同时调遣26军前往长津湖支援,用以补充战斗力。 这是继27日发动总攻后,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从难度上来讲也要更为困难。 但战士们并没有任何退缩,面对敌人的坚固掩体,战士们只能卧服在雪地中躲避敌人的攻击,很多人倒下了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参与战斗的也面临着相当大的伤亡比例。 战士们发扬的是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既然上级下达指令不能让美军后撤,那么就是用血肉硬抗。 战士们也将美军牢牢地封锁在包围圈内。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美军在第一天突围的过程中,枪跑打了无数,尝试过各种办法,可也仅仅是向后撤退了500米这么近,还伤亡了3000多人,整个北极熊团命丧当场。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战役被美国当时国务卿爱奇逊称为美国史上入城最常败退的主要原因。 双方随即陷入僵局,美军一定要逃,但我们肯定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所以后续的作战重点就是针对水门桥的争夺。 这里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只要炸毁就等于断了美军所有的退路。 水门桥位于长津湖以南6公里的地方,因为美军的动向和目标导致这次战斗战线的再一次拉长。 为了拿到水门桥的控制权,美军派出了40多辆坦克装甲,死死地聚首在水门桥两端。 而志愿军指挥部也再次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水门桥。 负责执行炸桥任务的是20军58师第127团。 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加上炸药的威力有限,导致前两次执行的失败。 虽然两次对桥造成了损害,但并不严重,敌人很快就予以修复。 然而后方的敌人很快就要突围,一旦他们上桥后撤,以后或许再也没机会将其歼灭。 于是上级再次派出了20军第80师的两个小分队,每人背负50公斤炸药,前往水门桥配合执行炸桥任务。 这是一场注定有来无回的战斗,但所有执行任务的志愿军战士还是毅然决定背起炸药。 他们躲过了敌人的层层阻拦,最终到达指定位置准备最后的一场贫杀。 12月6日夜间,在战友的掩护下,几百名志愿军战士开始对水门桥发起冲击。 前面的战士牺牲了,后面的一次地步,最终到达桥下的战士几乎是踏着战友的血肉走了过来,短短几百米的路程走出了无尽的悲哀。 最终战士们以自己牺牲换取了任务的结束,水门桥包括桥体到基座全部炸毁瘫痪。 后方的美军陷入绝望中,他们再没有退路,等待他们只有志愿军的步枪和手榴弹。 战争年代很难说什么是幸运还是不幸,被困在长津湖的美军或许是幸运的, 因为到了最后时刻,指挥部依然派出了大量人手和兵力前去支援, 最终有一万人逃出长津湖留得一条性命。 但他们也是悲哀的,即便坐好了过桥将迎接志愿军阻击的准备, 但依旧被之前与志愿军的战斗精力吓惨了, 更别说撤退经过水门桥时被眼前看到的场景震撼了。 接到潜伏桥边阻击美军的二十军五十八十麾下, 整整一个连一百二十五位志愿军战士, 因为埋伏的时间太过漫长,又不想被敌人发现, 等到美军经过时,他们已经被冻成了整整齐齐的冰雕, 直到牺牲都将身体牢牢地钉在雪地里。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场景, 又是怎样坚定的信念能让他们从容赴死。 但我想当时看到这个场景的美军, 或许有那么一刻能够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能体会出一个全民一心保护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潜力和毅力, 没有人能将他们打败即便手握多么先进的武器。 长金湖系列战斗中, 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优势, 是战士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 中国志愿军用自己的实力打破了美军想要回家过圣诞节的妄想。 在这场战斗中, 我们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的代价, 歼灭敌人七千余人。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提倡金湖这场战斗, 是因为不敢, 不忍心, 不想去回忆这段历史。 美国人也是如此, 他们不敢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更不敢相信自己, 输在了饿着肚子, 穿着破烂, 装备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志愿军手里。 历史带给我们的是沉痛的教训, 也是血与泪的悲歌。 他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强大自身, 才能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中国的人民才能直起腰板做人。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